世界媒体报导香港,我们团队整理出香港简报 中国基金涌向香港,满足内地投资者的需求 路透社报导 据路透社研究,过去六个月中 至少有八家中国基金在香港设立了办事处 其中十多家张效仿 高郑值和企业投资者对美元计较和外国产品的需求日益增加 正在吸引这些人民币储备资金建立离岸销售和研究团队 以利用随着中国开放而获得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获得资产管理牌照的优势 总部位于北京的人桥资产管理公司管理着170亿日元 25亿美元,在海外推出了一个长期偏向股票基金 下一则新闻 加密货币是香港的财产,法院首次裁定 南华早报报道 香港法院首次承认加密货币资产为财产 为该地区更广泛地采用虚拟货币铺平了道路 这项具有理情卑异议的裁决来自 一起涉及现已解散的加密货币交易所结缺的清算案 并确认加密货币可以投入信托 促使专家预测香港虚拟资产行业将根据确定性和信心 律师们表示,该决定将加密货币与其他无形资产 如股票和债券,商提并论,与其他普通法司法管核区一致 北京最近表示,它支援香港成为加密货币的区域中心 下一則新闻 香港立法会议员批准动议,让大陆工人缓解劳工紧缩 南华早报报道 根据香港立法会议员最近通过的一项有争议的动议 香港政府将允许进口中国大陆工人,以解决该市的工作力短缺问题 本地雇员将优先填补职柜空缺 但能够证明真正要求的雇主将被允许从香港以外地区招聘 由于许多商店因工作力短缺而被逼关闭 该计划得到了65名代表的支援 只有工会议员反对 由于剥削,这项政策受到进口工人权利活动加的严厉批评 但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育汉承诺改善对这一群体的保护 2022年,香港的工作力人数大幅下降 有9.4万人离职 下一则新闻 中国财富管理行业陷入信心危机 日经亚洲报道 中资银行的财富管理部门急剧下降 因为小投资者再被认为无风险的投资失去价值后离开了该行业 2015年第四季度市场的波动和更多的熟回 导致财款人的管理资产下降了超过1.36万亿元人民币 2000亿美元 引发了人们对该行业未来增长的担忧 该行业为公司债券发行人提供了稳定的费用和重要资本 下一则新闻 汇丰银行反驳平安关于分拆亚洲业务的说法 南华早报报道 在年度股东大会召开前大约两周 汇丰银行拒绝了其最大股东平安保险的要求 即将其亚洲业务从伦敦剥离出来 转移在香港上市 该银行拒绝了汇丰银行亚太部门少数股权上市的计划 并警告清此举张稀释该银行的国际业务模式 并扰乱其全球客户服务 平安去年一直在开展一项运动 推动汇丰做出改变以增加股东价值 他认为在伦敦上市的汇丰银行应该出售或剥离利润较低的业务 以降低成本并提高回报 下一则新闻 香港主教希望与北京教区建立更紧密的联系 多伦多声报报导 香港主教Steven Child在访问中国期间 谈到了北京和香港天主教教区之间加强合作的可能性 这是在中国和梵蒂岗之间的紧张关系中发生的 中国单方面人命了一位新主教到上海 虽然被指控镇压宗教和压制人权 但共产党允许在遵守党规的机构进行礼拜 下一则新闻 高门赌场迟来的清算 金融时报报导 博彩律师豪尔克、梅内赛斯、浩西曼聂斯 表示 高门长期以来一直对赌场的非法活动事宜不见 他说赌场包括美国上市公司与被指控从事非法行为的合作伙伴合作 这些行为当年来显然是在众目睽睽之下进行的 2021年领导太阳城的亚洲赌博大佬周慧文因有组织犯罪 非法博彩和欺诈罪被捕 尽管永利、米高梅和拉斯维加斯金沙集团等赌场自被捕以来以终止与太阳城的协定 但赌场及其运营商基本上毫发无损 下一则新闻 17万美元获得25万美元机票 彭博社报导 香港旅游网站的创始人向命业以17,000美元的价格购买了价值25万美元的全日空机票 货币转换错误导致该航空公司越南网站上的超便宜票价 全日空尚未确认是否会兑现降价机票 并表示将在4月底之前做出决定 2019年国泰航空以经济仓价格出售高级机票并兑现 业建议快速反应和灵活 先预定,然后再评估 下一则新闻 对冲击金BFM等对中国开发商提起诉讼 要求偿还债务 路透社报导 对冲击金BFM Partners和其他投资者 已对中国房地产开发商Gloy Health提起诉讼 要求偿还2.01亿美元的债务 投资者总共欠本金141.4米 保费9.4米 利息50.4米 在香港上市的Gloy Health于2022年2月发行了价值334美元的离岸债券 8米年利率为14.25% 并承诺在4月属回至少价值960万美元的票据 该公司将未能常还优先票据和其他借款 归咎于反复爆发的COVID-19疫情和市场情绪 BFM的律师说 该诉讼已根据发行的债券条款在纽约提起 谢谢收看香港简报 更多新闻请看六道世界